美国五角大厦葬石呢 当地时间十三号 美国成功的测试两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高超音速飞弹 美国矿军证实在加州外海成功的测试 空射快速反应武器 ARW推进器 相同的测试呢 其实美军之前曾经失败过三次 这一次成功试射呢 也引起这个关注 也因为美国呢 是落后了中国还有俄罗斯多年 事实上呢 中国在2014年就宣布 有高超音速飞行器 而俄罗斯呢 也宣布在2019年 部署高超音速武器 2022年3月 更实际用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 还没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视YouTube见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